一端是高碳钢,另一端是低碳钢 本期短道大赛再次考验选手的运气 从桶里抽到什么就要用什么材料锻造三枚钢皮 再让这枚钢皮达到成一把符合参数要求的小刀 第一回合限时三小时,比赛现在开始 凯德抽中的材料是锁链和W1钢柄 首先锯段工具钢,把锁链丢进锻炉加热 接着用研磨机清理高碳钢 确保之后的焊接不会受到杂质的干扰 然后把W1钢焊接成一体也放进炉中断烧 安德鲁得到的材料是马蒂铁和80CRV二方片钢 或者只是简单的焊接,但马蒂铁也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上面的孔洞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影响之后的刀片结构 单接材料是用倒钉和1095方钢 倒钉的形状规则,加热削扁后正好是长方形 但这种小方块的焊接面非常多,处理起来就十分花时间了 加热期间以防万一也是温度越高越好 期间还要撒点猪汗剂填补汗凤,这样才更容易断接成一体 麦卡兰拿到的材料是撬帮鱼51200小钢猪 为了节省时间,他直接把焊在一起的小钢猪丢进炉子里 然后直接用锤子敲击塑形 可还没敲几下,小钢猪就断了一半 这样敲下去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麦卡兰得换个办法了 另一边,凯德已经做好了W1钢芯 索列也已经加工成低碳钢片 可以准备制作三枚夹钢 他用两片低碳钢夹一片高碳钢 重新焊解加热在用硬压机压时 就得到了可以用来断刀的融合钢皮 一小时过去,安德鲁完成了高碳钢的融合 接下来要把它和两块马蹄铁叠在一起 讲究细节的安德鲁严格把控三块钢材的尺寸 由于边缘完美融合,断的起来十分顺利 而当你的小方钢焊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经过充压就有了解体的趋势 当你及时止损,在材料变形之前 及时拆开小方钢 这次换成树枝排列的方法 减少焊接面,重新进行焊接 总算成功断解出了高碳钢性 可以开始做三枚钢了 他的危机解决了隔壁麦卡兰的灾难 才刚刚开始 他手下的小钢珠每一颗都有自己的想法 任凭他怎么碾压也无法融合 他只好放弃尊严,重新申请了一份材料 这次他焊接得非常小心 后来的断解效果好多了 可惜时间只剩一小时左右 麦卡兰必须加快速度了 安德鲁这边已经断打出基本刀型 准备研磨刀尖时 发现刀神还没有达到参数要求 他紧急加热刀屁 把刀屁又拔长了一点 这才继续转大细节 否则待会就要直接出局了 凯德的刀也已经成型 他打算做一把除刀 刀头前端微酷的刀腹 可以大大提升其锋利度 丹尼这边要做的刀型更平缓一些 他用压机固定三枚钢 结果转接出现失误 钢性上下的低碳钢直接起敲 没能和钢性如何在一起 丹尼不想反攻重来 打到参数要求 用一边麦凯兰的情况更加紧张 忙活了半天 连三枚钢屁才刚做好 而凯德赢在准备给刀片吹火了 之后的硬化也是卢有神柱 刀片笔直没有出现一点效果 安德鲁紧随其后开始吹火 刀片同样没有出现弯曲和裂缝 可以放心拿去研磨泡光 最后20分钟 运速断打出刀型的麦凯兰 急着完成吹火工许 连刀刃上的裂痕和脱层 也没来得及处理 就去努力磨刀 心目的不在于打磨轮廓 而在于抛光刃口 确保刀刃部位的钢是夹在中间的高碳钢 而不是质力较软的低碳钢 丹尼在这时也完成脆裹 炙热的火炎看起来不太妙 之后研磨时 刀片表面果然暴露出很多脱层 但现在别无他法 赶在最后几秒将刀片酸进后 倒计时如期结束 选手们停下动作上交刀片 等待评委点评 安德鲁的刀焊机工整 将马地铁上面的孔洞融合的处理很好 但刀片仍然很重 有待打磨减轻重量 麦卡兰的刀形有了 但刀表面布满脱层 热处理不够均匀 整体翘区明显 一切都是没做好时间管理的结果 凯德的刀大部分是坚固的 但刀既有一条裂缝 需要谨慎修复处理 最后 但尼的刀 虽然做得不错 但刀长较三处要求少了一个英寸 因此只能一看西边考场 其余三位选手顺利进入下一轮 第二回合 大伙要修整刀片问题 然后用节目组提供的材料 给刀片安装一个刀瓣 组装出完成刀具 本轮比赛限时两小时 挑战继续 凯德的刀背裂缝比较大 他首先用电动打磨机磨开缝隙 要出钩槽 再通过焊机仔细填补缝隙 重新磨平 就修复了这个问题 安德鲁这边现在钻床给刀根钻孔 用来安装刀轴 但803L2钢材质的钢心太后 钻不动 只好将刀片进入水中保温 然后用乙穴喷浆小心加热 把刀根烧软后 这一次总算成功钻口 另一边 麦卡兰也焊接修复了刀片脱层 接着还有翘区问题需要解决 但他没有采取任何保温措施 就直接喷烧整个刀片 导致刃口硬度下降 正好重新催火硬化一次 不过赛翁施马 研制非福 这一次催火正好也改善了翘区问题 麦卡兰很满意 凯德和安德鲁也已经开始组装刀柄 悬好饼材 切合成相应尺寸后 再修整一下刀根 使其与饼材中心的孔洞完美契合 接着就可以拿去打磨塑形 比赛时间过半 麦卡兰从材料时找出一块蓝色角木 和另一块木头拼接 组装成刀柄 再用浇水合销丁固定 接下来 三位刀将供图的主力是 将刀把打磨成是合手窝的形状 尽可能兼顾舒适与防滑性能 安德鲁在这一块还给刀柄划出定位线 将柄尾设计成可以挡住小指的样式 更方便使用者之力 真是个细节地 最后只差给刀开刃 完成这一步之后 第二轮竞赛如期结束 进入试刀环节 首先是强度测试 由下手最温柔的大贝克 担任本官测试评委 安德鲁先准备 刀刃毫发无声 整体结构保持坚固 唯一问题是 刺激木桶时 刀打手上的冲击传导很严重 这也说明刀柄结构还不够好 各部分边缘比较尖锐 没能起到减震效果 这招来看看麦凯兰的表现 刃口出现滚边 刀柄偏瘦 不容易问紧 除此之外 整体结构支撑良好 之后轮到凯德挑战 这把经过焊接修复的刀 居然意外的坚固 虽然刀尖断了一小节 但凯德这边的刀的刀瓣 在缓和冲击传导 这块是表现最好的 接着进入锋利剁侧时 刀把最好的狗哥上线 点名安德鲁再次准备 凝胶管上的切口干净平滑 这把刀锋利无比 无需多言 继续看下一位的挑战 砍到第二排凝胶管时 本来就已经变断了刀片 被撞出的弯曲 表面也产生了力痕 有点危险了 最后来看看凯德的表现 刀刃顺利切断所有凝胶管 成功通关 本会合适麦卡兰遭到淘汰 告别选手后 安德鲁和凯德 迎接决赛 揭开了最后一关的挑战题目 瓦伦剑 这是17世纪 比利时军队的使用的常见 这种担任剑的砍击十分致命 剑柄侧面的弓形护指 与拇指环也能 最大程度保证手感与安全 本次锻造除了长度要求以外 还有保证 刀片两面至少都有一条凹槽 剑柄要有肚立特色的多孔护手 侧面的护指弓和尾部的源头 也要还原复刻 每人用四天时间完成作品 刀匠们继续加油吧 凯德回到自家工作室 按尺寸要求打除刀皮后 开始制作凹槽 这是凯德第一次 尝试为常见凿克凹槽 他选拥的方法也十分古老 一锤一锤 纯手攻克凿 要保证凹槽比较的同时 还有提防刀片变形 好在结果不错 安德鲁这边 从一开始就打算 锻造大马是格钢匹 这种工艺需要将两种材质的钢材 交说堆叠 再罕接到一些 因此准备工作比较费时 完成刀皮制作后 一天时间已经过去 第二点 凯德先给刀片做热处理 由于刀片很长 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弯曲 受热必须保持均匀 好在缺口后 刀片比日渐硬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第三点 安德鲁也完成了刀片热处理 已经开始制作杜力可护手了 有了漂亮的刀纹与护手 再配上这块带有波纹的 哥伦比亚荧幕 仔细抛光打磨 组装后的效果一定能向着一张 第四点 凯德坚持手动打主护手 用环杨树纸粘合饼菜 完成了剑柄的组装 安德鲁这边也完成了细节修饰 将最后一部分配件孤立到剑柄上以后 还打赛小用地用纸张测试了一下锋利度 效果令他十分满意 回到节目现场 先来欣赏下两把剑的外观 安德鲁的剑由8032钢和15N20钢打造 刀片表面花纹规则和刀柄的纹路一致 看着十分顺眼 凯德的刀是用5160合金钢制作的 表面手塔的凹槽和半轴陆角刀柄搭配 十分有手工质感 两把刀气质各异 性能上到底是哪边更胜一筹呢 首先进入杀戮测试看一看 安德鲁先来挑战 刀柄光滑 大脚适中 握感十分舒适 刀尖与刃口都十分锋利 能轻易做出一盘猪肉刺身 狗哥很满意 接着轮到凯德出场 这把剑的重量轻变 刀片柔韧度良好 威力惊人 并猜质感与轮廓打磨也都让人满意 但测试过后 接近护手的部分刀片出现了弯曲 有些可惜 接下来进入强度测试 安德鲁再次准备 整体结构坚固 刀片没有严重磨损现象 表现不错 接下来压力给到凯德 这是一把柔韧轻盈的好剑 虽然上一轮出现了弯曲 但这一轮经过尼尔森的虐待 导具结构也没有崩溃 只是刀刃弯曲度更大些 最后进入锋利杜测试 安德鲁能否继续破关 切口干净利落 并且刀刃依然保持了锋利 看得漂亮 最后来看凯德的表现 虽然刀刃曲折 但依然锋利 隔破篮子轻轻松松 但虽然刀片轻盈又锋利 弯折的本体依旧还是扣分项 相比起来对手的建筑完美得多 最后告别凯德 恭喜安德鲁获得本期比赛冠军 让我们下期见 节目 那么先看到 然后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